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16日到17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里文 匆匆赶往马尔他 一个第三国 想在王毅按计划访问俄罗斯之前 与王毅进行了一场相当扎实的12个小时的会谈 在国际外交中 越是在计划以外 低调的在第三国的外交接触 长时间会谈 才真正是最实质性的交锋和交底 也是最想做成事的方法 也就是说 中国这时候直接画出了红线 给出了底线 亮出了底牌 并且给出预警的外交实战 美国则在试探可能性与弹性 试探两国的互动空间 根据一众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 包括路透社 法新社 美联社 等等的新闻社的消息 这次在马尔他的沙利文 抢先见王毅谈到的主要问题是四个 按顺序是 第一是中美关系问题 第二台湾问题 这实际上是大命题下面的小命题 也就是总纲和核心问题的区别 第三个是亚太局势 第四位才是乌克兰危机 其中台湾问题会谈的时间最长 而且据中国环球网报道 双方是以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状态进行沟通 按照马斯克的话说 中国对台湾问题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没有虚张声势 美国不应该误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中国的红线 红线如果被击穿 中国会有坚决的回应 而这个坚决的回应 将是现在的美国无法承受的 这不是外交辞令 是必须划重点的核心中的核心 聚焦东西分析 在沙利文与王毅的交谈中 沙利文试探中国对于台湾问题 以及台湾海域军事布局的底线 这是沙利文此行的重点 因为目前中美之间的背景关系 已经相对明朗很多 这要拜佩洛西去年8月初访台所赐 也就是在佩洛西强行访问台湾之前 美国还有在中国海域自大的虚幻的信心 但是自从佩洛西访台 中国就开始直接展示海军的实力 直接跨越所谓的海峡中线 直接部署六大军演地区 并且在过去一年中把军演常态化 今日台湾方面已经观察到 在9月18日到9月19日的24小时内 中国的军机出现了103架次 军舰出现了9艘次 不仅突破了中线 而且在台湾的西南海域和东南海域 频繁演练 出现的军机种类还繁多 比如出现了歼10、歼11、歼16 而且还有相应的空中加油机 运20和预警机等多种军机的配合演练 这些亮剑的军事演习 实际上是将中国军队在中国海运的军事实力 直接显示起到威慑的作用 言外之意就是来看看我亮出来的实力 美国要协防台湾 请你比较一下是否有实力协防 有几成把握获胜 如果没有把握 就不要制造擦枪走火的机会 不然中国仍然可以顺势扩大 在中国海域的实力和防卫力量 而且美国海军 美国五角大楼 以及美国智库多次军事推演和数据证实 美国的军舰制造能力 目前只有中国的1% 每年仅仅能够制造10万吨级的军舰 而中国则有2350万吨级左右的制造能量 如果没有能够出战的舰船 还弹劾协防台湾呢 沙利文以及布林肯在2023年年初 就一直强调要军事沟通 实际上是军事实力上已经心虚了 为了避免直接出现塌方 这样的窘境才一再强调沟通 如果在美国军事实力完胜所有国家的时候 美国绝对不会如此谨慎与谦卑的积极沟通 比如1991年1月17日 美国以迅雷不计掩耳之势 以沙漠风暴行动为名拿下了伊拉克 他不需要跟伊拉克做任何沟通 打就完了 一个月的时间 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撤退并接受停火 但现在的美国不是当年的美国 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当年的伊拉克 另外美国打击中国的既定目标 不仅被自己的政治人物 比如佩洛西牺牲 也被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绑架着 而且更被俄乌冲突带到了 美国不曾想到的方向上 基本上是俄罗斯卸走了相当部分 美国针对中国的重权 将美国的弹药库存清光 哪里还有余力两线作战打击中国呢 再者还有几个月就到了2024年 2024年拜登政府的首要力量 是针对国内的大选局势 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演讲 旨在说明美国外交的KPI大获全胜 用于表彰自己和拜登政府的业绩 希望在美国大选前定调拜登执政的成功 大概率看来因为支持乌克兰 而应该获得的选票 已经稳稳的落在了拜登的囊中 总统的二十年之后 这集团 dedicated to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是透明了 by the shadow of war an illegal war of conquest brought without provocation by Russia against its neighbor Ukraine like every nation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his war to end no nation wants this war to end more than Ukraine 因此必须在王毅与俄罗斯同行 敲定中俄两国元首会面事件之前 沙利文抢先与王毅沟通 希望为中美两国元首至少今年年底 在APAC会议上的可能会面创造条件 这个举措在马尔他基本上是完成任务了 因为王毅在见到俄罗斯外长拉布罗夫之后 经典的强调 中俄的关系 中俄的外交关系是不针对第三方 不受第三方干扰 不被第三方左右 至少没有给美国一个冰冷的帖幕 到此 聚焦东西分析 观众们应该庆幸自己是见证了历史 见证中国与美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急剧的接近 而且已经在不少领域开始超越美国 比如刚才提到的军舰制造能力 是被美国不添加水分的报道出来超过了200倍 抬头仰望太空 中国的北斗和空间站毫不隐晦的直接宣布 已经在太空技术领域遥遥领先美国 然后是大家都在关注的芯片领域 量子芯片还是光刻中心 而不是光刻机的出现 已经是用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相同的目标 这些目睹着中国从一穷二白 集起直追逐渐比肩超越原来的世界唯一的强权 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就像去年聚焦东西预言去美元化一样 去美元化正在以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速度进行着 而中国赶上并超越美国 也将以至少是美国人惊讶的速度正在出现并实现着 拭目以待在未来的五年十年 看看中美力量的平衡的天平将怎样倾斜吧 欢迎关注点赞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我们下次聚焦东西时间再见